我們為您報導過 在彰化地區是出現了一群年輕人 他們會趁著夜市 檳榔 談非常忙碌的時候 拿著這個千元鈔換取真鈔 那麼警方現在逮到了魏鈔的詐騙集團 他們一共有九名成員 但是當中有六個人是未成年 而且最年輕的只有十六歲 不過他們宣稱是在網路上 買到這個假鈔 以一張五塊錢 一共買了九十張 好 其實除了千元鈔之外 百元鈔也出現未鈔了 就是在雲林有店家收到百元鈔票 那麼店家就表示 在很忙碌的時候 其實根本不會特別留意 百元鈔的增長 提醒您在過年期間 就是假鈔流寸的高峰期 不論您拿到的是什麼面額的鈔票 都要多看一眼 全副武裝的霹靂小組 趁嫌犯不注意 上前抓人 警方從他們身上搜出千元假鈔 序號全都是HR484268XD 而且中央銀行字樣附近 還有官方樣式印上玩具鈔票 嫌犯專挑忙碌 沒時間驗鈔的夜市冰榔胎下手 假裝買東西或玩遊戲 找錢換取徵鈔牟利 九名嫌犯裡有六人是未成年 最年輕的只有十六歲 羅姓楚嫌利用他們缺錢 容易操弄的特點 在彰化地區詐騙 共有八處店家受害 另外雲林也出現百元假鈔 一名男子兩次到小吃店買香腸 每次都用百元鈔來買 老闆摸到鈔票覺得怪怪的 仔細看兩張鈔票的序號 同樣都是CQ281880VJ 消息傳開當地店家之間 也出現不收880的口訣 年關將近民眾半年貨現金流通量增加 卻有不凡分子趁機用假鈔騙真鈔 雖然受害店家損失不大 卻壞了過年的好心情 華視新聞華主委張超風 謝忠義 吳建宏 張華宇您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頻道